小朋友的合唱歌曲 歌聲嘹亮動人 在視聽教室內回檔 另外還有管弦樂隊的演出 也是十分精彩 吸引民眾專心聆聽 而這些表演 全是為了慶祝新的視聽教室起用 教室已經有二十多年的歷史 所以就非常的破舊 那因此在我們教堂會的協助之下 我們也爭取到 彈中電廠的資源 那麼來相助我們這個視聽教室的修善 提供教室作為演習進修的場所 第三個我們也把它提供出來給社區來利用 第四個如果有像我們清水國家 常常也都接辦市集的相關的工作 跟演習的業務 也都將可以運用這個比較舒適 而且比較多元化的功能 來提供大家來利用 清水國小歷史悠久舊的視聽教室就超過二十年 因為設備老舊不服使用 因此在台電的補助經費下順利全面更新 另外清水外單工協會 會員也提拨五十五萬元 補助清水地區十一所學校 外單工來把他們的愛心給各校捐贈五萬元 這樣子來挹注校務的經營 因為這個外單工之前也是我奶奶 她也是原始的創始人之一 那她現在身體比較違和 年事已高 如果有這樣子的意義 我覺得我們在清水人能夠為清水國小也好 清水在地也好 奉獻一點點心力 這都是我們樂於所見 校長也提到清水外單工協會成立超過三十年 自己的奶奶也是創辦會員之一 因此為教育英才盡一份心力捐款補助學校 雖然經費並不多 但希望透過拋磚引玉將愛心傳遞下去 記者怎麼會 台中堂報導